為關懷在地長者 紅十字會長期都會在南投市的人壽公園 為長輩們測量血壓 關心長輩們的身體健康 紅十字會每個月都帶我們人壽公園來做一個健檢服務 以及卡拉OK車的一個巡迴駐唱 讓我們在地這裡的事大可以說是 除了顧身體的健康以外可以來做一個誤論 我們也知道你們說 早上有很多的事大來這裡走路散步運動 這是一個很好的休憩的地方 尤其紅十字會每個月正處到我們 紅十字會的這個溫馨卡拉OK車來這邊駐唱 讓很多事大透過這個唱歌 在他們的幸福更快樂 也找到很多好朋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精神的 很健康的活動 我們也希望說未來可以繼續來辦下去 讓我們事大有更好的五六的項目 議員賴燕雪兼任左岸關懷協會理事長 關懷鄉親與弱氏族群不遺餘力 議員時常會前往人壽公園關心民眾 也為志工朋友們鼓勵與加油打氣 有時候那個我們的那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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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個那個那個藍學的議員很熱心啊 幾乎都是每個禮拜都有來這裡關心一下 這些長輩啊因為他們都是獨居啦 啊有時候來量誰要誰要低誰要高 我們都會幫他建立一下去給醫生看 因為他們都是要有時候亂吃 亂吃我們就跟他建立說你一定要醫生開給給你吃的 你才可以吃啊過期的我們就跟他丟掉 因為以防換醫啦 紅十字會除了叮嚀長輩 平時身體健康如何維持 也提供文康車給民眾唱歌娛樂 讓鄉親聯繫情感凝聚社區情誼 地方民眾都表示非常感謝 我們會有啊 我們會有啊 我們這個好不太好 我們這個紅十字會好不太好 尤其是我們這個隊長啊 我們這個隊長啊 很多人都來啊 不錯啦 議員賴咽雪感謝紅十字會的長期付出 呼籲各界多加關心長輩與弱勢族群 讓這個社會更加美好 明新聞楊志凱 錦玉芬南投採訪報導